在3月的VR视觉化应用讲堂中 InCG邀请了郑宏国际的技术总监和技术顾问 为大家示范如何快速打造高级感的视觉提案 另外也特别邀请到丙宏影像设计有限公司 为来宾们带来精彩的VR视觉化实际案例分享 目前询问度还蛮高的一个功能 它就是Open Stream Map 它就是你可以直接定位在例如说我们台北 或是你想要某个建案的位置 它会帮你把周边的宿模长出来 那现在我定位在台北车站在这边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下载 我调整好坐标我就去下载它 它就会变这样 那如果有宿模的话它就会全部载进来 那如果有核啊有水之类它也会载进来 对它就会全部帮你载进来 那下面这边有开关可以去做控制 你要哪些哪些不要都可以去做控制 OK V-Ray 3.5它有提供一个VR即时预览 它其实就是透过刚刚的V-Ray RT去算那个图 但是它可以透过那个Vive的这种头盔 把影像直接丢到Vive上面就可以看了 你也不需要等图算完上传 然后这些手续直接就可以看 那可以看到它想要室内空间 它有六个空间要做表现 那它就有ABCDE 就是你按下这个 然后就跑出这个东西 那例如说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风格 然后我们快速在红上找一下 然后稍微set一下 在进行由专业讲师带来的演讲后 除了能得到VR视觉化的认识之外 参与的来宾们也透过会后的茶会时间做交流 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活动 可以带给他们与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更多的接触机会 我今天是代替李造勋国际室内设计 股份有线公司电脑部的经理汪安良 我是替他来这边听这个演讲的 我觉得这个活动在第一个小时 介绍软体的部分 介绍的还蛮详细的 然后让我可以了解到说 用VRate和前面那个Lumia的软体 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去做配合快速的出图和最后的呈现 然后可以再运用VR的技术 我觉得这个技术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那运用这个软体和你们的介绍 都让我有比较明确的了解 我是吴云龙 在李祖园建筑事务所工作 我负责工作大概就是3D rendering 跟一些动画 郑宏通知我说这边有一个活动 介绍VRate跟Lumia在建筑方面的应用 觉得蛮有兴趣的 Lumia我本来对它还蛮了解的 因为我们蛮常在用的 我们用Rumia做的项目主要是景观 造景 环境 建筑旁边的周边环境 因为它在表现素跟光影这个方面 又快又直觉 今天会参加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展场设计 然后因为展场会碰到VR还有3D的部分 所以因为客户的介绍 所以就过来了解一下 好那我是跟他一起合作在做展场 我在姚志伟这样子 然后平常也有做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最近在JVR的东西 所以才跟他一起合作 所以也过来多了解 怎么样可以做成一些VR的效果 或是怎么样可以再多了解多开发 对我个人来讲 其实是因为3D的领域 对我来讲 其实比较接触的时间没有那么久 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业界真的有常常在用 而且软体硬体很熟悉的人 就是有更多的互动 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多了解 知道怎么跟设计师们沟通 或是跟相关业者沟通这样子 然后同时也来到很高兴认识很多人 因为这也是我需要这一支支援这样子 来到这边也认识一支各方的人马这样子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赖龚玉 那我主要是顶红影像的TD 那我负责的部分是有关流程 还有研发还有一般的制作 那公司的部分主要是制作有关于建筑 还有房地产还有室内的3D效果图 那以近期来说我们主要是主力放在那个VR视觉化 还有互动体验的这部分 以VR视觉化的制作来讲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软体都可以达到需求 可是有一点大家比较常态性的忽略就是coding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要产生有关于互动的话 那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些程式上的逻辑 那程式的部分是 它可以运用传统的类似像C++ 又或者是你可以用新的节点式 Future Programming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哈喽我是正宏国际的技术总监 我叫张展明 大家都叫我小明 哈喽我是正宏国际的资深技术顾问 我是Neil 那我主要的负责的业务是Lumen这一块的推广 然后含教育训练这样子 那我也是Lumen台湾区的讲师 我觉得Lumen很适合就是 如果说你们公司需要快速提案 然后它非常及时 你可以就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拿到 对 那我今天这个部分呢 是希望可以透过V-Ray的介绍 让大家更理解 怎么样使用V-Ray 然后跟GPU快速的产生图面 还有这个VR的作品 在创造建筑视觉化的过程中 要如何突破繁复的工作流程 在一杯下午茶的时间 产出惊艳的图面效果呢 透过这样的活动 不但展示了台湾业界VR建筑成功的案例 也让参与者们了解 即使在有限的时间 引用VR技术 也能赋予图面高质感的效果 想了解如何快速产出 建筑视觉化提案 零差距的镜图沟通 高质感的视觉呈现吗 未来还会举办相关的系列讲堂 让你不仅可以获得专业知识 也能与他人做交流 NCG新闻综合报导